地球上的海军分为两种 有航母的和没航母的 这并不是废话文学 而是对海军力量的真实写照 从二战以来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航母编队 那么它的海军都可以说是尚不得洗面的 一个国家的航母数量和这个国家的海军实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作为老牌的海军大国的英国 自从纳尔逊在特兰法加海战中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 整个19世纪一直到二战的100多年间 英国皇家海军都是世界上最强的海军力量 说是打遍地球无敌手也不为过 不过各位观众也许有所耳闻 皇家海军这几年过得可不是很顺利 丑闻频发不说 能动用的主力舰也急剧减少 目前的皇家海军的水面舰艇中 除了护卫舰扫雷舰和两栖船物运输舰以外 只有六艘四五级驱逐舰和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 而且实际可以投入战斗的舰艇数目 还要低于这一数字 往好处想 英国皇家海军是目前航空母舰比例最高的国家 往坏处说 那就是这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 毫无疑问地标志着皇家海军的遗落千丈 那么曾经凶霸地球的皇家海军 是如何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呢 而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角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 又能否担起中兴皇家海军的重任 如果各位观众对英国皇家海军有所了解就会发现 以君主为名的皇家海军航母其实并不常见 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之前 所有的英国海军舰船都是以庄严华丽的形容词 以及古希腊神话的神明命名的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名字来自于伊丽莎白一世 如果你对这位伊丽莎白不太熟悉 那么你也许对她的父母和姐妹有印象 伊丽莎白一世的父母分别是亨利八世 和那个知名的安妮柏林 就算你没听过这段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宫廷绯闻 以及亨利八世和她六个妻子的故事 也没有听过绿袖子这首歌 那你至少应该听说过她的姐姐女王玛丽一世 比起被称作血腥玛丽的玛丽一世 伊丽莎白则是英国历史上知名的贤王 也是英国历史上成前起后的重要人物 在她的统治期间 英国逐渐从中世纪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涌现出一大批知名人物 尤其是在海军力量上 比如她策封了第二个完成环球航行的 弗朗西斯·德雷克为爵士 而英国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 美国弗吉尼亚 也是以伊丽莎白的尼称为名的 可以说没有伊丽莎白一世 就没有后来的日不落帝国 但是话又说回来 这位伊丽莎白一世和航母有什么关系 让我们把时间转回现代 1945年二战结束 欧洲战场硝烟刚刚平息 英国大选就爆了大冷门 带领大英帝国冲出二战泥潭的 温斯顿·丘吉尔落选 工党的克莱门特·艾德里 以压倒性优势上台 上台之后的工党 为了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 落实就业 医疗和社会保障服务 还没等日本人投降 就开始对皇家海军磨刀霍霍 此时的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的规模 几乎不相上下 拥有16艘战列舰和60多艘大小航母 军舰总量高达990艘 这些钢铁巨兽 即使是趴在母港里 每天的开销也是天文数字 而随着战后英国的经济危机 人力短缺和异常寒冷的冬季 面对RRW的国民 英国政府立刻选择了苦一苦海军 到1947年 包括潜艇在内 英国只剩下了80艘军舰还能动弹 许多刚下水的新锐战舰都被封存起来 这个时候 英国只剩下一艘具有战斗能力的航母凯旋号 而这只是一艘13000吨的小航母 此时的英国 开始在全世界寻找航母买家 而且不想要没关系 可以先租几年玩玩 首先是英联邦国家 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其次是一些友好近邻 比如法国和荷兰 都以优惠价买走了不少英国航母 那个时候的大英帝国 造船技术可是世界顶级 况且这些英国航母 有不少根本就没有参战 基本上属于99新紧拆封 一时间 有志于发展海军的国家 都非常乐意接手这些英国航母 许多英国航母还几经一手 比如具象级的可敬号 1948年卖给了荷兰 兢兢业业干了20年后 又转手给了阿根廷 然后就在1982年 参加了马岛战争 也算是一种华丽的背叛了 当然了 最知名的英国航母卖家 还要属印度 印度买了英国的两艘二战航母 就是后来的维拉特号和维克兰特号 一直让他们服役到了 最近几年才退役 冷战最激烈的60年代中期 皇家海军也考虑过 建造一级新型航母 已取代正在服役的第二代皇家方舟号和胜利号 虽然皇家方舟号只是习名舰 但是胜利号可是真的参加过追击比斯曼号的战斗 这些二战航母已经方龄20岁有余 随着世界航空工业进入喷气机时代 它们已经很难容纳逐渐变大变重的舰载机了 和同为常规动力航母的美国小英级相比 这艘改装后达到5万吨排水量的航母 排水量达到了小英级的80% 而再机量甚至没到小英级的 连两个完整的F4鬼怪中队都装不下 即使是在这种丢人的情况下 由于经费紧张 原本预定建造的大型航母CVA01 还是被取消了 有意思的是 根据一些推测 英国的CVA1项目如果实现 应该叫做伊丽莎白女王级 由于预算的进一步缩减 美国那样的超级航母是别想了 取而代之的是无敌级航空母舰 这是一级排水量2万吨 再机量20架的轻型航母 搭载短距起降的海洋和海王直升机 在北约舰队中为美国航母打砸 承担舰队反潜任务 1981年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诺特 放弃了一系列海军经费削减计划 航母这个烧钱大户 自然是第一个挨刀的对象 1982年初 英国开始向澳大利亚兜售无敌好 澳大利亚方面也对这艘 经济适用性航母十分感兴趣 在肉眼可见的蔚蓝 英国的海上航空力量前途渺茫 恐怕很快就会消失 不过一个多月后 一个小小的意外发生了 马岛战争的爆发 让英国议会里的绅士们 重新开始思考 航母对国防的重大意义 尤其是远征海外和滨海战斗的能力 对维护英国的海外利益来说 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此时的皇家海军 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反潜专业户 想要再回头搞舰队航母 就变得十分困难了 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 皇家海军瞬间失去了假想敌 反潜航母的意义进一步被削弱 英国开始寻求新的舰队航母 由于皇家海军用了几十年的遥视战机 在短距起降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 短距起飞能力自然是重中之重 恰逢此时 美国开始实施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 这个项目所提出的短距垂直起降能力 也刚好满足皇家海军的需求 因此伊丽莎白女王级 成了少有的先确定舰载机 再开始造船的航母 从外观上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出 无敌级航空母舰和伊丽莎白女王级一脉相承 甲板布局也十分接近 同样使用了半个黄跃甲板的设计 2005年 英国计划为皇家海军采购六十架F35B 2007年7月25日 时任英国国防大臣德斯布朗宣布 订购两艘新航母 已搭载这些F35B 而首艘伊丽莎白女王号 预计将于2015年复役 但此时的英国内部围绕着新航母炒上了天 这位绅士说 新航母只要一艘就够了 那位绅士又说 要不然我们还是换弹射起飞的F35C吧 到了2013年 皇家空军开始接收F35之后 这番口水仗才逐渐平息 而直到2019年底 皇家空军的F35 才首次登上伊丽莎白女王号 有趣的是 2017年 伊丽莎白女王号首次参加英美联合演习 在这次演习期间 伊丽莎白女王号根本没有固定一飞机可用 只能眼睁睁看着美国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 从伊丽莎白女王号头顶掠过 2019年10月13日 来自英国皇家空军第17中队的F35B 成功降落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 伊丽莎白女王号终于有机可用 只有经过两年的训练和测试 英国政府正式宣布 伊丽莎白女王号具备了初步的作战能力 这标志着从战斗机到雷达系统再到反舰武器 航母的所有单元都被整合在一起 能够正常运行了 从2008年到2021年 皇家海军用了13年的时间 才算正式让这艘航母具备作战能力 那么除了舰载机因素 到底是什么让这艘航母如此难产 皇家海军的新航母 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三个 首先就是没钱 其次是没人 最后是没需求 首先是预算因素 自从二战结束 英国一直处于罗国上山前景的状态 作为烧钱大户的航母 伊丽莎白女王号一艘船的成本 就等同于皇家海军三年的预算 实在是让英国政府吃不消 其次 英国皇家海军一直存在人力短缺的问题 近年来问题尤其严重 比如2023年底 求职网站领英上出现过一则广告 招聘皇家海军潜艇部队少将一名 年薪15万英镑 工作内容是 负责高度机密的精锐行动 和我们的核威慑力量三叉戟潜艇 消息一出 皇家海军的自己人都觉得实在是太丢人了 而根据2024年初的报告 英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新兵人数 比上一年减少了22% 人力短缺 迫使皇家海军不得不宣布 提前退役两艘护卫舰 最后则是需求问题 放在以前 英国还需要和德国苏联等国的海军力量对抗 但随着冷战结束 英国背靠美国也没有必要维持庞大的舰队 而如今德国是英国的盟友 俄罗斯的威胁也基本上不存在 维持一个大舰队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事情 从伊丽莎白女王号上的装备可以看出 本质上来说 伊丽莎白女王级 除了作为英国全球打击力量的一部分外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新技术的试验田 伊丽莎白女王号上搭载了两台 罗罗的36兆瓦燃气轮机和四台10兆瓦的缠油机 为航母提供所有动力 采用和祝母沃尔特上同款的全电推进系统 尤其是和航母这种需要远洋长时间航行的舰艇 所谓的全电推进 就算所谓的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燃气轮机发电直接推动航母主螺旋桨 这种推进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 不需要离合系统的参与 燃气轮机和缠油机发的电 可以同时供应船上日常用电 推进用电和其他特殊功能用电 大幅度简化了设计 缩短了传动轴长度 提高了效率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种推进方式省油 不仅如此 其燃气轮机和柴油机混搭的方式 也是处于经济性方面的考虑 柴油机寿命长 油耗少 在低速巡航时 对航速要求不高 仅靠柴油发电机机组 就可以满足推进系统的功率需求 和日常用电需求 而燃气轮发电机组 虽然寿命短油耗多 但是功率密度大 需要全速航行时 可以让燃气轮机和柴油机同时运行 而且 当其中任意一套发电机组出现故障时 还可以启动另一套发电机组 为全船提供电力 不至于让航母陷入尴尬的停摆状态 但是作为一种比较新的技术 全电推进系统又是首次 在6万多吨的大船上使用 许多问题不断出现 比如2022年8月 威尔士亲王号的连周期就发生了故障 密封性受到了影响 导致轻微进水 要说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那就是双舰岛设计 目前来看 全世界只有伊丽莎白女王级采用了这一设计 根据官方说法 航母前方的舰岛是用于航海指挥的 而后方的舰岛则是用于空中管制 而这一独特设计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为了动力系统服务的 伊丽莎白女王级的两组燃气轮机 就分别放在两个舰岛下面 节省了独立的烟囱所需要的空间 让整个航母的设计更加紧凑 还可以安装更多的雷达通信设施 虽然这一设计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不过网上传言的对舰载机起降的影响倒是没有那么大 2021年 皇甲海军把F35摔进地中海 也不是因为舰岛布局导致的 在起降方式上 伊丽莎白女王号仍然采用了短距离滑跃起飞的方式 而不是效率更高的弹射起飞 不过伊丽莎白女王号上的短距起降 还是英国独创的一种特殊方式 那就是舰载滑行垂直降落 2018年 英国试飞员彼得·威尔逊首次使用F35B 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实现了SRVL 这种方式类似于传统的起降方式 同样是从飞行甲板尾部高速接近 但不需要在航母上布设拦阻锁和拙舰钩 而是利用F35B的垂直矢量推力 实现减速降落 大大简化了拙舰流程 这一方式也给皇家海军省了不少钱 解决了过重的战斗机 必须抛弃战斗载荷 才能垂直拙舰的难题 减少了垂直起降对航母甲板的磨损 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项拙舰技术对飞行员的技术要求比较高 2018年3月2日 伊丽莎白女王号在普茨茅斯港 成功测试了几左弦上的海上疏散系统 这类类似于滑梯的设备 最早由一家新西兰公司开发 比起传统的救生法 这种海上疏散装置能够节省甲板空间 而且疏散能力更强 在30分钟内就可以通过700人以上 在游轮上使用的比较多 在航母上的运用还是首次 看到这里 想必观众朋友们 对开场提出的几个问题 已经有了答案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 是一艘典型的过渡时期的航空母舰 它的大部分特点和缺点 都代表着新世纪对航母 乃至对整个海军军备的探索 同时也折射出英国皇家海军的现状 那就是穷 由于人力不足 这艘航母并没有使用核动力 大大减少了成员数量 比起尼米兹集5000人的成员 伊丽莎白女王级 满打满算只有1600人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 即使是在这种窘境下 皇家海军也仍然是一支有潜力的部队 至于伊丽莎白女王级 能不能在新世纪挑起大梁 我想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历史 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前面说到这位童贞女王的志夏 英国国内出现了长久的安宁 但这一时期的英国 在对外战争上却并没有什么建树 以至于许多历史学家批评伊丽莎白一世 认为它过于保守 但是如果没有伊丽莎白一世打下的基础 哪来的皇家海军最辉煌的时刻呢 明显了 hope 这一点都可以使你 parce昨天目前还蒙了 比达社恩 未来的 wheat even之辛苦 你 吃